随着合资车的产品力越来越落后 销量会越来越下滑 听清楚吗 断崖似的 特别是日系丰田本田日产 马自达等 S20已经退出中国了 然后大众也受影响了 就是之前他们的销量都很高 但是他们现在的销量都干不过新能源车 然后国产新能源车 也比亚迪为首的 还有一些国产一线的燃油车 也会迅速崛起 很多老百姓思想没跟上时代的一步伐 还有点宠阳没外面 一旦了解了之后 对比就知道合资车不好了 随着合资车销量越来越下滑 然后合资车首先是分销商就顶不住了 分销商就不干了 然后就是各地的4S店就越来越少了 包括那些汽车销售公司 4S店越来越少了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销量越少 4S店越少 很多人就不拿它当事业干 你看确实不好卖 然后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知道吗 业务员也少了 慢慢它就越来越不行了 三年以后 在中国市场未必还有日系车 但是二手车市场就繁忙起来了 为啥呢 就是新车卖不动 那个二手车就来回倒 是不是 但是这个宝质的神话 随之也就破灭了 谁愿意要一个落后时代的东西 成天吹这么好 那么好 只不过你跟傻子说行 你跟我这样的对比过了解过的 你去白给我都不要 现在给你个二十年前的那个老头机 你能要吗 大水晶按键那个 给你个三年前BB机 你能要吗 是不是不能要 对吧 所以说没有意义 然后随着这个分销商和4S店 越来越少 卖这个说日系车好 卖日系车这些业务员销售员也越来越少 慢慢就不行了 所以说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而且这种趋势在我说这个的时候 已经开始发生这种事了 所以说如果谁现在还这个逆流而行 就是违背那个大潮流的话 还说外国的好 你不只是宠阳没外 你这是脑瓜 这是真是让你解体的 真的 你再说好有啥用 销量在那摆人家 真正到买车的时候 看销量谁买那破核子车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不管那个风险 那个中国那个老总怎么 怎么锁 只能是无力抵抗 核子车不是落后的代名词 此地无音 三百辆 核子车就是落后的代名词